修董 哭著大家幫你修天的 反抵的修董 你吻就吻就吻就好 那些什麼 清董票都不能撈嘴 民進黨 你的部份區都交給你 多幾十啦 我跟他說實在 你自己回去算就知道 你會多幾十六位 頂多三個五位 了不起 你若這三個五位 拿來做 做這個交朋友的工具 你開的可能多幾個 你不是挑三個而已 可能會挑十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灣的故事 這個 第一段 我們說了 有特別的意猶 我先補一下 這其實也是台灣的故事 尤其一些年輕人可能比較不知道 我們台灣其實 對國民眾來台灣後 一直到1997年 注意聽說這年 1997年跟他選舉 這項目有差不多 你對1945跟1997 這段十段的時間 都一直是一個時代 就是叫做一棟獨大的時代 先來說到1997、1998 剛才改變就是 那次選舉 因為國民黨 裡面有分主流跟非主流 主流就是 本土牌這裡 非主流就是一些外星的 國民黨裡面又人一組出來 很多官司都變成三腳都 三腳都之後 他們這項目大贏 比到這個 這個很精采的台灣的故事 很多官司 無名其妙 民進黨做館長 讓大家回想一下 台中也變天 全台灣人口 人口所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變成民進黨的執政 這是 有人說 中央政府政黨倫敵是兩千年 變成選舉一回 其實 其實 如果之前兩千年 前三四年 就發生了 就是 地方全部都變天 這其實是一個預兆 台灣過去 一棟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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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國民黨 大到外大 那些都 六十八七十八都國民黨 民黨 兩千年 阿扁獨大 也拿三十九十八 也是沒有過四十八 沒有過四十八 那這樣怎麼可以輪替 就是國民黨分裂 分裂之後 來到 中央兩千年 算那一棟 又分裂 因為 國民黨 這個這個 民進黨也是 阿扁獨大 國民黨分出 送走路 分出連戰 分開了 所以三個都贏了 所以真正說 台灣的領事 台灣的故事 見底領事 這部份 一直到1997年 98年 才進入另外這個時代 就是 政黨輪替有可能的 就是一棟獨大 不存在的 聽到一棟獨大 這個一棟獨大 一定要說這個 因為我們第一棟獨大 現在 民進黨的心態 就是 他在這個 反力裡面 他現在 現在 別說去觀藍色白色 他們觀不中 你也不去改變 他們的意識形態 我有說過 我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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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水兵出他們 我會用很大的 去改變你們的 俗性 中華民國是虛假的 是破爛的 是假的 阿 台灣意識是什麼 阿 要聽台灣的故事 聽真正的 歷史真正 如果我做 我就沒有 說實在 這16年 民進黨之前的10年 沒有去做這個 你就是 你就是 局限在這個50%以來 有時候 有時候 突破50% 有特殊事件 像什麼香港 反送中 結合到台灣人 為奇異識 照可憐過 10% 60%後 拿到 2000年 拿到 6-7 但是 其他時間 你就是 你都維持 尷尬到4聲 4聲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一個問題 就是 你一直要維持 在 反力的裡面 一棟獨大 不 不對啦 一棟獨大 總統當然要 讓你一棟獨大 你如果 你如果 沒有團結 那些 賴清德 就 有可能 就拿去 拿去 藍白鴿 就死了 立委 也一樣 但是 你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就是 你不是要求這些 收藍 大家要幫你收聽 反力的收藍 你不就不可以 再畫 什麼 千獨大 都不能流水 民進黨 給民進黨 過半 你的部分 都交給你 假不幾十 我告訴你 你自己當你算 你會多幾十六位 頂多三個五位 了不起 你如果在三個五位 拿來做 高朋友的工具 你開的 可能多很多人 你不是 零三個而已 可能多零十個 這個 生理也不可以 我做 一黨獨大 五湯 還有一黨獨大 其實現在民進黨 很嚴重 你總統 大家都要聽你 開的 立委 大家也覺得 單一選區 就要選一個 而已 如果沒有團 就是頂一團 對方去了 你也讓大家 你像 這個意見 跟人 這個收藍就不一樣 你民進黨 他們就說 本外老不用脫鉤 人家 台人就說要脫鉤 你這樣 你如果 照選民的理由 讓他想清楚 之後 分一票給台人 免書 反正 台人說 不要 把這個變性人 變成 自己說要變就變 為害 就有俘路的安全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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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裏想 當然 比較右派 你本來這個 民進黨 這個大黨 就需要有一些 右派的力量 為什麼要去天啊 你如果 都跟他招募 你想想 你說你死死的 沒關係啦 我換就好 他好像很狂狂去問,不參、不行、很狂狂去問, 可這個政黨票,那你也要把他投資,這很贊重 所以,下場跟國民黨一樣啊,不要有那個一黨獨大的心態 啊接著,我會給你聽,小黨也會給你聽,你接著會給你聽,你會聽你的副, 你剛才都要給我死,我又沒有那個副力給你聽啊 不要說有要聽不要聽,就也沒有開了,我就死了要怎麼給你聽 死人會聽,發人嘛 我們才會聽到啦 今天吵架說一些台灣的客戶 現在要說一下,一台一天 我們要去爬山 我們坐一台車 一四五的要去教他爬山鳥 那一台比較有型 只要公司浪會開 我就報了一些時間去爬山 練身體 車上大家去開工 有一個朋友說 這台那一台 啊 沒有人要去爬山 很熱的,沒有什麼發展在爬山 在台灣有啦,台灣這些都爬山 還剩下多少 很窩心,旁邊很平衡,路不夠 我那邊好像忽然跟我們說 那五幾桌名 好來 我們後面剩這幾分錢 來講一些台灣的小技 五桌名 我聽說,咦,哪有這個公法 結果我一個問 奇怪,哪裡台南的人都說 我有這句啊 這五桌名,那個所在的五桌名 我嘉義人,可能我嘉義有哪有 我就不會聽過你 那五桌名,這是一個形容詞 在講的人,這說 很荒涼的,沒有人要去啦 沒有人要去 我後來想,咦,這真有意思 五桌,這都櫃子 在那裡出現 一定很荒涼的,不知道有櫃子 好像千年幽魂在做那個場景 哇,好像沒有很多人 五桌,那座名 那個所在的人死很多人 那座名,名都死在那裡 台南哪有這句 聽來講,五桌座名 很好笑,這很好笑 如果你的手藝 你如果再研究背後 你講的那個,正經 還會比較有趣 這些都講過很多 譬如說很簡單 我們要形容這個人很傻 他傻傻,傻傻 對人去背夢 這聽起來好像阿武山 好像壓 聽起來好像壓韻而已 傻傻,對人去背夢 這重點就是 對人去背夢這件事 很傻啊 對 那不是你的祖先 現在要去背 去問的夢 那不是自己無關的 那是白人的祖先 那你如果看人家 老子 嚇到什麼 台灣人 台灣人現在很多 通牌 傻傻對人去背夢 那不是我們要保護的 他自己是祖先 祖先 他自己無關啦 台灣的移民 第一點 林馬利教授的血統證明 開來 你就知道 都不是漢人 台北不是漢人 是浙江 福建沿海 一些大越民族 我們正常的血統跟中公 如果說 有什麼大越民族 就是 勾建這組的 我們是這種血統的 漢人 漢人 很簡單的政治 我們台灣 без佳事情 叫做 開張聖皇 開張勝王 開張聖皇 這個人是真的有這個人 這個人 他這人 是這個唐朝 在說完680幾年 注意聽 680幾年 他帶兵人到江州 把江州做得不錯 開始 大家說江州 就是這人 帶他來開發的 表示江州在 在世完七世紀以前完全跟漢人無關,不知道有開張勝亡 不知道他去丹蘭公開花的那種兵有開張勝亡 這表示,如果說漳州人跟台灣無關 這頂多也是漳州有漢人可能也是傳統以前的事 所以你從這裡的政治修起來,台灣的祖先就是我們 再來,共產黨要來拍攝,我們就是要保護自己 自己上官所有的百姓,我們的年輕人,我們的老伙 都會團結起來,對於他們來照顧的那種 結果整天一直跟你說,老伙子就從這裡來啦 不要這樣,不要太打了,一家人啦,一家親啦 所以台灣人一直到現在又去拜共負在做祖國 這就是 傻傻對人去背望 很有名字 大家知道那些 一些形容詞 你看那後面是很有趣的 我問你啦 一個人去拜白人的祖先對人去背望 這是有傻 也沒有 很傻的嘛 你就是你做得好 很好 因為你是體驗 傻的形容詞還有一句嘛 起吃背望 起吃背望 夏祖公 這句也很舒服 欸這句很舒服 這個意思是說 你現在的行情不好 人現在很傻的 人就是很現實的社會 你很傻的事 很穿的事 很穿的事 很好 你去背望 大家會跟你拍 喔 祖先很厲害 雖然祖先沒什麼出台 生的這條小子很好 賺那些錢 生的錢那麼大 地名那麼大 驚孫子來拜這個祖先 喔 大家 大家對那個 因為去拜的人 有興奮 地位這麼好 大家開始尊重 喔 這問 喔 這問 喔 這驚孫子很漂亮 你採心的是 可能沒作用 沒作用 但他們的驚孫子 這是基因很好的嘛 還是說 喔 這... 你們這可能這個... 種族啊 地理風水很好的 喔 你看 驚孫子在這裡 啊你如果去吃 去吃 喔 很認真 要去背望喔 去去看笑的 夏祖公 蛤 這...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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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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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語 喔 很多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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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要處理喔 今天先說到這裡 這個休息的天 祝你台灣跟日本的文化關係 你要讓我們進來第三個小時 大家休息的休息